大家好,歡迎大家出席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舉辦的公眾講座 我們今天的講題是《粉嶺聯和區的歷史與發展》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國成博士擔任我們的講者 陳博士現在是香港浸會大學的社會學系副教授 他擁有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博士何偉 他的研究專業包括社會學中的宗教、民族宗教 也同時囊括了香港和澳門等地方研究 除此之外一些關於宗族血緣、福利人類學、宗族當中女性的財產權益 宗教哲聽和文化產業等領域都有所涉獵 而講回有關今天的主題,也就是《粉嶺聯和區》 其實在《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三粉嶺》這本書中 陳博士曾經對於粉嶺的文物、豐族、建築 以及聯和區的建立、經營和發展有深入的研究 聯和區是成立於1950年代 是二次大戰後新界首個具規模的虛史 陳博士今天將會和大家分享聯和區成立的背景 虛史的規劃和發展 以及1980年代末期至今的重大轉變 現在事不宜遲,我將時間交給陳國成博士 有請陳博士 好,多謝 首先多謝AMO文物探知館的邀請 因為現在在大學教書都要露面 不只是在一個象牙塔裡面 因為要將我們做了一些研究 希望跟大家分享給大家知道 其實很開心 突然收到文物探知館的邀請 其實我這個書做了很久,也停了很久 那本書出了一段時間 再更新再版過 無論如何,我這個星期都浪費了些時間 將一些舊的照片 還有十多年在周年聯和區走走 然後拍了一些相片 我覺得珍貴的相片給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這樣吧,首先我們因為其實 現在基本上做Presentation 都要做一些互動的事情 希望大家都做一件事先幫我 大家應該有手機吧 有手機就... 有些人已經很快手 你看到一個QR Code在這裡 在座的各位的聽眾 如果你不介意或者想跟我們有些互動的話 可以很簡單 打開你的QR Code Scan功能 Scan了這個QR Code 應該會見到三條問題 不要急,我們先做了第一條問題 很簡單 放心,你的身份不會被揭露 因為我detect不到你的 因為QR Code是跟蹤不到你的電話號碼 很簡單就是想問大家 其實有沒有去過聯和區呢 在座見大家都應該 跟我的連結都差不多 所以應該會不會去過這個地方呢 去過,大家看看究竟其實 都可以,除了分享之外 也希望在座各位都可以 給一些補充 或者有些反思,甚至有些提問 我覺得大家可以在互動過程中 大家可以互相學習,互相認識 你看到就好像恆生之素一樣 繼續上上落落 原來發覺很多朋友 你們都去過聯和區 聯和區都不是一個很陌生的地方 其實對我更加不會陌生 今天我做過報告 其實有一半是學術性的東西 其實有一半是我自己的生命歷程的一部分 因為我是住墳嶺 我小時候已經在墳嶺出生長大 去到這幾年才搬出了九龍 基本上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是在聯和區度過 聯和區其實不是一個街市 我們說到聯和區這個池會 我們覺得是一個市鎮 當然你不可以跟現在的國內市鎮比較 但是它是一個相對上比較 你會發現它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商店 人民活動在裡面 聯和區其實是一個市鎮 多於一個街市市集 原來發現很多在座都去過 好了 無論去過與否也好 我們想知道究竟大家 你對聯和區這個地方的印象是怎樣的呢 無論你去過也好 未去過也好 我們想知道大家的印象是怎樣的 幾個字可以的 你覺得很乾淨 很懷舊 有一點點給大家 我們看看究竟 怎樣看這個地方 幾個字可以的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舊香港 非常好 食肆多 我住在那裏也覺得不夠多食肆 不過對它來說可能有些新鮮 尤其是住在其他地方 甚至九龍的人會有興趣 好迫 沒錯 沒有印象 好 新舊交融 小店臨立 有趣 記憶 我們所謂的歷史的記憶 或者是在你的生命歷程中其中一部分 街市 旧市集 鄉鎮市集 聽過 未去過 很想去 香港其實 好處就不難去 好處在外國 甚至台灣 台北 你要去 台南 都有一些時間 OK 這樣 好樸實親切的社區 OK 新舊虛視的 OK 沒有太多的連鎖店 這個就是 如果有些人覺得 為什麼沒有一些所謂的 連鎖店 尾心 大快會 可不可以說這些名字 這些所謂的 連鎖經營的一些 好 看一下 混亂不堪 好 OK 有一個說混亂不堪 好了 其實這些都是 鄉維原口 OK 比較近 但是其實 鎖車都要一段時間 起碼15至20分鐘 古蹟林 這個應該許過了 因為都發覺 如果你真的想去 去粉領 其實都幾多地方可以走 因為最近的旁邊就是 農藥和蜜蜜蜜蜜 貓虛 這個挺有趣 我都沒什麼留意過 好 好 那就說回我的正題 好 因為剛才介紹過 其實我這個講題 其實是一本中文書 三聯編的所謂的地區史研究 其實為什麼 我想說一點 為什麼會有這些書出呢 其實 因為其實 我先出了一個英文 出了一個英文的 在這本書裡面的 一個叫做章節裡面 然後將它翻譯成中文 於是就修改一部分 然後就變成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為什麼會出呢 大家知道還有一系列最早 例如早期的九龍城大澳 原因是因為想我們都想知道香港的歷史 開始大家對地方歷史 對自身的周遭環境都希望多些了解的時候 做學者經常都寫英文走出去 我們很有趣的 就是因為我們要升職 要加薪 所以就寫一些英文 將香港的東西 中國的東西都變成一些英文的東西 放得出去 結果三聯當時就覺得 不如我們寫一些 可能學者寫過一些關於這些文章 可不可以將它結集成書 於是我就發起去找了幾個朋友 都是做粉嶺的研究 無論是做宗教也好 做族群也好 做建築也好 寫成一本這樣的書 我就將自己原本的英文翻譯了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 這兩本書 應該圖書館應該會有 可以借來看一看 我說為什麼做這個題目 其實很有趣 這個純粹是陰差陽錯 因為我在科大讀碩士的時候 讀研究院的時候 我老師就有個課程叫做 宗族與商業 宗族其實如果大家明白 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圍村 就是同一姓氏 一個太公 就是所有的寺治 聚居一起的地方 這個我叫做宗族 學術名稱叫做宗族 那時候他說宗族與商業 就是親屬的組織 究竟跟商業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那時候有份功課 老師叫我做 他說陳國淳你看一下 你看過以往的研究裡面 你看過元朗的新虎舊虎 之間裡面有些政治的東西 就是村和村之間 或者是不同的種族之間 一些所謂的競賽 經濟上的競賽 或者排斥也好 大埔有大埔舊虎和大埔新虎 他說你住粉嶺的聯和區 究竟有沒有呢 他說你想想最近隔壁 粉嶺是什麼地方 就是上水 上水尿氏有個什麼地方 上水就是石湖區 他說原來上水石湖區 根據Hill Baker 我在英國的其中一個老師 他說不是 以前石湖區 還沒出現之前 有個叫隔壁區 隔壁區 後來就被石湖區 替代代 於是老師跟我說 他說你去研究一下這件事 我說這些是什麼 我在這裡長大 但是他說你試去研究 於是教我 首先他有什麼組織去營運 聯和事業公司 有限公司 很簡單 當時去了金鐘的商業登記處 他找了什麼 就是他們 因為他們開公司 一定要每年遞交 所有的章程也好 註冊也好 每年的財政報告都放進去 於是我就找了回來 於是就寫了一篇論文 其實這個論文就是 成為今天我出版的一個基礎 當然有很多粗疏的地方 各位前輩可以補充 我當時有興趣 究竟聯和區的成立 是不是像過往一些研究 類似大埔新區和舊區的關係 類似元朗舊區新區的關係 也好似上水的石湖區和革晉區的關係 即是一種村落之間的一種的 一些經濟上的一些比拼 還有就是究竟這些虛市 合作的模式是怎樣的呢 還有這些人究竟是什麼人 其實對於我來說 因為我自小在一個地方長大 其實我的生活很簡單 就是知道這個地方 就是我要去什麼 就是上學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生活很簡單 包括買東西 甚至是幫家人去 因為我家裡我爸爸媽媽是種菜 於是我小時候 當一些重要的時間 就會幫忙推些菜出去買 所以在我的印象裡 我覺得就是 他在一個地方做些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只不過去到大了之後 我發覺讀這一科是讀歷史加社會學 就覺得應該做這些事情 於是就走去研究這個題材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有一半是一些學術的事情 一半是我自己的自身經歷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剛才港姐介紹了1951年1月21日 但對於新界粉銘來說 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 因為那就是開幕 開幕就是有多大 原來用了200萬 建了一個61萬平方呎的 有蓋和沒有蓋的市站 再加上一個90間的商場 商店 是不是很厲害 其實在當時來說 都真的挺厲害 因為你想想那個規劃 因為那種規劃 跟以往的方式有些不一樣的事情 因為當我知道做了我的研究之外 其實不斷有很多不同的同行的人 都其實在某個範疇裏面 都在增補 所以今天我的報告和分享 其實都有部份 是建基於他們一些資料的搜集 無論怎樣都好 你發覺當日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對於當地的居民來說 當然我未出生 後來找回資料才知道這件事 另外就是他當時一開始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 其實新界或者中國傳統的鄉鎮 其實因為市場小 所以基本上不可能每天都去開店 去做交易買賣 所以基本上新界的虛市 其實都是有一個規律 一是單數一四七 一是三六九 一是二五八去開 原因是一個好處就是 譬如隔離或者附近的虛市 是開三六九 如果你開二五八的話 那些做生意買賣的人 就可以走來走去 因為他每天都差不多 可以去不同地方去做買賣 根據經濟的理論來講 就是你的市場支持不到 你就一定要找另一個市場去看保 所以虛期其實 其實前提就是 一四七 就是這些時間 十一、十四、十七、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 我們講農曆 基本上都足夠 已經給當地的居民去做這些所謂的 買日常生活的東西 以及做一些基本的交易 基本的買賣的東西 有些流動的小販就是 一四七在這個地方 那會二五八去另一個地方 聯和區除了有一個虛期之外 但是虛期不是很長 一段時間就停不了 當然很多人討論過 為什麼呢 其實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越來越頻繁 可以支持到 基本上每天都開虛視來做 所以結果虛期也慢慢取消了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 除了一天休息有經營一些活動之外 就是商業活動之外 其實晚上最早的就是天降虛 應該跟大家分享是什麼 在座如果是一些對新界歷史有研究 都會知道 晚上一些農民將自己收割的蔬菜 賣給一些來自九龍的商販菜販 於是就將它運送到九龍 即今天這些所謂的不同的街市裡面去買賣 除了所謂的一個開市商店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一年之後 那時候建了一間聯和新村 是不是一百間呢 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根據歷史的檔案 他們聯和置業公司所給的就建了一百間 這百間我們小時候見過的 也在那個地方生活過 留學不少腳毛的地方 因為我們那些地方叫白屋仔 因為它的外牆全部都是白色的 兩層 無論是上舖下居也好 總之會是做生意也有的 住的也有的 基本上你看到是一個小型的所謂的市鎮 其實研究聯和區 其實我們要放一個比較大的脈 去看究竟一個地區裡面一個虛市 為什麼我們要看一個宏觀的歷史 還有這個地理粉 這個地理的位置的重要性 還有就是政府政策 在當時裡面為什麼會鼓勵 會建立這個虛市 還有地方政治 我想將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整個比較全面性的 Holistic的一個 picture 知道究竟其實 一些經濟活動的背後牽涉了什麼 就是一些政策歷史 以及一些所謂的 一些穿落之間的利益的鬥爭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認識到聯和區的時候 當時我做的那個paper的論文就是 就是地區的發展是怎樣 由戰後開始一個很普通的地方 為什麼突然間會變成一個 就是當時非常之觸目 甚至是當時政府都是重點 希望要去發展的一個地方 然後過了幾十年之後 它的變化 還有看到就是我所說 是穿落之間的一些經濟競賽 還有營運這個聯和區裡面這些的人 究竟其實它的合作模式是怎樣的 還有就是這班的人 所謂的這班的法體人 究竟其實我們叫做地方精英 就是擁有一個很強的經濟基礎之外 還有一個什麼就是社會脈絡 還有一個關係 那麼它怎樣去展示到這種關係 還有怎樣再加強這種關係 還有怎樣運用它 這個當時是我自己的課程裡面 論文裡面 那份功課要交代的東西 好了 如果大家都去過 大家也知道很簡單 這個就是粉嶺火車站 沿路走路很簡單 都是十幾分鐘就到 就是這個位置 馬屎布現在叫馬寶寶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馬屎布 原本是屎尿屁的屎 後來改了馬屎布 我記得我小時候寫地址時 我寫馬屎布 我寫馬屎布 馬屎布 當然寫馬屎布 因為這是最原本的名字 不知道是否有些原因 改了馬屎布 好了 大家都知道這個地方 給大家看的 這些相片我也想 希望我也要清楚交代 這些相片不是我的 這些相片是我在不同的地方找回來 多謝現在是科技發展 我很容易找到這些相片回來 去分享 但因為時間緊迫 我也沒有可能把每一幅相片出處 我首先在這裡 感謝那些可以讓我們分享 這些相片的作者 不要介意 因為我們純粹拿來 給大家知道更多的東西 當然牽涉到出版 我們就會很認真去處理版權問題 好了 這個其實就是聯和區的街市的地方 這個就是他們周圍的一些所謂的商鋪 是兩層 待會我會慢慢交代 聯和新村就在這個位置 聯和區街市 如果你去過 這個就是最舊的 其實這個形象 什麼時候我都看到 基本上 我去英國讀書的時候 九十年代初期 都還是這樣的 仍然是 這道門口就是等巴士的地方 如果大家會留意 就是讓大家先看這些相片 只是說很悶的 看這些相片 這個就是聯和區街市 剛才你看到 這裏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九十間的商鋪 你會發現這間還留在這裏 這些是拆了新建的 這些是舊 當時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的時候建的東西 這個就是原本的建築還在這裏 這個難得仍然見得到的東西 好了 其實它旁邊這兩邊 都是一些矮凍凍的商鋪 這個很蒙 我想讓大家純粹知道 這間仍然保留在這裏 其實玉籠大廈 其實原本它還沒建築的時候 它那個是還舊的 那時候因為我自己 也有時不是經常留意得到 拆軌了一天 發覺就沒有了 但是幸好還看到一個這樣的在這裏 那你的畫面的右手邊 其實就是聯和區市場在這裏 那你見到就是這個位置 它對著就是這個街市 仍然保留下來 好 這張照片在哪裏拿呢 其實就是我在一個同鄉會裏面的時候 很感謝當地的村民 其實都很 當然第一次進去就說 你做什麼 那時候我年輕 你們做什麼 覺得很奇怪 通常有些人打麻將 沒有人理解你 我說沒有 我研究一些歷史的東西 想看看有沒有想認識更多的東西 然後我就打了我 因為我爸是直冠南海的 那我就去了南海同鄉會 我說我爸在這裏的 就是拋了一些關係 我爸在這裏的成語 那我就來研究一下這些什麼 那他就找我寫了一本書 你想看看想啊 這本一本是什麼 就是民國57年的雙十國慶 大家知道因為當時 因為有很多在中國大陸下來的人 包括我爸爸媽媽都是 基本上他們因為逃避某些 譬如當時的戰亂下來了 他們通常當時慶祝 所謂的雙十國慶 這是聯和區 你看到聯和區 這個入口 小時候不知道的 但我覺得好像很厲害 這麼厲害的 這麼多東西 但是一個很漂亮的畫面 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好了 聯和區除了街市之外 除了商鋪之外 大家知道什麼 就是有個聯和區戲院 最初叫做聯和區戲院 是這個 但是還沒建這個之前 其實最初剛剛開市的時候 只是搭了一個草棚 後來才變成這個 好了 這個播什麼 當然很有趣 就是播英女王登基 我記得1952年登基 免費播這個 當時是沒有蓋的 記得 當時的聯和區戲院是沒有蓋的 很有趣 那些村民都說了 就是六月就是單車 太大雨就更了 停播 散場 退票 下次再來過 到了後來 59年 然後 因為休德根 就是他來投資 不知為什麼他來投資 於是 甚至把聯和區戲院改了 加了蓋之後 把名字改了 叫做粉嶺戲院 休德根 其實在粉嶺的足跡都見得到 待會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好 過了幾十年 粉嶺戲院就是一個這樣的形象 OK 這個是後面的螢幕 誰知道 因為我小時候的同年會 就是看電影對我來說很大件事 因為當時我們沒有利用錢 父母大發慈悲 給了幾元雞 兩三元 就買張票進去 那當然小時候 有時候還想看電影 就很簡單 就是鼠進去 當然鼠進去 幾個米 就被人捉出來 Anyway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螢幕 拆了之後 就剩下這一塊 後來 什麼都沒有了 現在基本上沒有了 基本上只剩下空地 只是在這裡 其實 聯和區一開始起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平面圖是這樣的 這裡有泊車的地方 其實就是停巴士 剛剛所見的停巴士的地方 這個是正門 這個是魚市場 這個是賽市場 然後有六條街 一二三四五六 六條街 用聯字開始 聯和 聯姓 和風街 和泰街 和龍街 商鋪就是這兩邊 街市就是這裡 街市就是這裡 有的同行都研究過 其實它這個設計 其實是有些有趣 就是它基本上是 參考了英國一些建築的規律 就是真的很整齊 我對建築 完全沒有任何認識的事情 只不過它提到這件事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來也挺有規模 這個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個位置 粉嶺戲院在這裡 大家知道了 蔡市場 魚市場 然後聯和新村 這裡 一個鄉市委員會 這個是基本整個很簡單的一個格局 好了 老師經常叫我們用 AIRREAL PHOTO 這些航空照片 我也不知道原來 英國政府也很厲害 那時候 一來之後就開始 用航空去拍攝一些情況 你看到 高空看下去 其實這個就是聯和區的位置 聯和新村就是這裡 白屋仔 我小時候就是這些地方 農田上面 搭著木屋生活的一個時間 其實聯和區還有什麼地方 就是什麼 除了市集 除了商店之外 就是什麼 商店 賣米 賣雜貨 賣木 又有茶餐廳 我再說一下 理髮店 剛才說的戲院 沖曬店 一些女店 什麼女店 我還沒見過 沒什麼印象 後來開市之後 兩年之後 有一些跳舞學校 和電影院 當然不是我們去的 也不是當地一般人去的 也不是當地一般人去的 是一些所謂的當時在新圍 就是住宅在新圍的兵營 一些英軍 和後來的所謂的居家兵 即是尼泊爾籍的那些人 好 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這個也是後期的 因為已經有新的建築 在裡面已經出現了 周邊的規劃 其實你看到最初看好像很 很有系統 但後來當然被政府罵過一段時間 因為其實管理得不太好 很多非法的建築物在附近 但是這個是當時大家賺食 大家都明白 就是有位霸就霸了下去 然後在那裡去經營生意 大家沒有什麼法律的觀念 總之就是找到食 找到食就可以了 不是做雙天害理的事情 其實就可以了 我都經歷了 看到他停用 拆 開始平平前面 你看到今天看到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最新看到的就是這樣 後面建了一個多羅大廈 在他後面 現在只看到的就是這個 為什麼會建一個街市呢 剛才剛才說的就是 跟那些政治有關係 沒錯 原來跟那些地方鄉新的權力有關係 沒錯 首先看到原來1946年 有一個人叫彭洛三 對不起寫錯字 不好意思 是彭洛三 123個3 彭洛三如果大家都知道 就是一個很出名的 跟殖民地政府非常關係密切的一個人 他也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基督徒 也是一個下家人 他其實就是創建 一個粉領崇謙堂奇的一個人 但無論如何 他們跟一群的日徐人壽 和鳳其卓 那群的關係非常密切 他當時就向政府提議 不如我們要建一個街市 為什麼政府當時的反應 又覺得好啊 既然難得 你們肯主動去做 因為由下而上 其實是會來得比較 大家知道 是容易一些的 如果由上而下 你可能有很多人會反對 未必會合作 那當時的彭洛三 其實提議政府的反應 就是OK OK 做 那當時為什麼政府肯做 因為當時政府面臨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很擔心糧食的供應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香港當然有種菜 又有養雞養鴨 我家也有養雞養鴨 養豬也有 養魚也有 但是問題就是 49年之後 英國政府最怕的是 當時的共產黨 會封關 封了邊界 其實英國政府考慮的是 香港的糧食供應問題 所以他們不斷在想 究竟是怎麼可以 確保那個 就算被人封了邊界的時候 都能夠做到基本的一些 所謂的自給自足 所以當時難得有人提到的意見 不如建一個這樣的東西 去推動一些經濟發展之外 就是將當地的農業的收作物 可以怎樣統一 可以在這裡做一個集散地 所以當時的政府是OK的 他覺得值得做 這件事 這是一個大前提 另外有些人都會說 因為老師跟我講過 你研究一下上水和他的關係是怎樣 我說上水? 上水有一個老師叫Hill Baker 培達麗 他寫了博士論文 我在學校讀博士 我跟大家分享 很有趣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從來沒見過他 在粉嶺都沒見過他 第一次見到他就是在英國的辦公室 我是讀書那間學 其實很有趣 他不是教死活 不是教人 他是教中文 因為他講的廣東話 跟我差不多 其實很厲害 他真的是教中文 我第一次敲他門進去的時候 我介紹自己 我是做粉嶺的 因為我的博士論文是做粉嶺 一打開門 首先看到一個香爐 看到一些參花大雄的東西 其實對於我來說沒什麼特別 但對於那些鬼妹鬼仔來說 是一個很不一樣的 一打開門就是那些 中國人的大吉利士 那些地方是陰陰的地方 我不是說是給人住的 但無論如何 那些鬼仔又未必介意什麼 我跟他講關於我做粉嶺的事情 他跟我說 你看他的書 原來發覺 但是上水的廖士和粉嶺的彭士 又有很多淵源在這裡 尤其是大家互相會有個聯婚 還有他們的土地大家是接連的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朋友 但是原來有一個故事就是 原來當時沒有聯和區的時候 那粉嶺究竟去哪裡買東西呢 那其實呢 要是去大埔 但是你想想去大埔 而今時的角度來說 都覺得遠 何況當時你要走的話 那最遠的 就是沙頭角 所以你又去不到 所以被迫著 基本上去上水石湖開 當時有些人的研究 因為原來粉嶺人 或者其實粉嶺附近人 都對社會都不滿意 尤其是說 因為他說 因為去做買賣的時候 我們有個工程 今天大家街市有個工程 你稱一下究竟有沒有騙你 那這個工程 發覺聽聞說 他們經常對他們這些 不是自己的尿性人 就是一些對待不好 甚至收貴一些 什麼都好 甚至他們所得到的收益 也不會用在他們 除了用了上水之外 也不會用在其他地區裡面 去改善一些生活 設施的東西 所以埋下一些這樣的伏線 但是我當時提出的見解就是 這個不足以作為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推動的理由 因為這個不可能是 只是因為不妥理 難聽一點 粗俗一點 於是我就起了 因為你要計算很多的東西 就是 你周邊的人 知不支持你 聖父的態度是怎樣 所以要考量的東西 是一個比較全面一點的東西 還有一個千時、地利、人和 就是49年之後大量的新移民 49年之後很多人走下來 我當時還開始做所謂的口述歷史 整天抓著我爸爸問他 怎樣走路過來 過幾年之後怎樣去接媽媽過來 他們來了之後 我爸爸定居在粉嶺 找了幾塊菜田來耕 我說你懂種菜嗎 我以前不懂種菜 不過他說很多南潘順 就是南海潘越順德那一大 新匯、中山那些人 很多都懂種菜 下來之後就生活種菜 我說你不懂種菜 我說他是學的 他說以前不種菜做什麼 種米 種稻米 一年就種兩造 除了生田 生田就是一造 因為它是鹽田來的 所以一造 他們種紅米 一般其他地方 新界是白米 問題就是因為很多人來了之後 又不是去九龍 他們留在新界 為什麼留在新界 其中一個原因是 因為新界多平地 看到很多的農地 首先下腳 就找了地方住在附近 然後就想一下自己懂種菜 於是就跟那些地主說 不如你不要種稻米 不如你讓給我種 當時有很多研究都做過 其實種菜的收益會比稻米多很多 因為稻米一年兩造 但是蔬菜一般來說 兩個月三個月就可以收成 那個turnover rate是很高的 你可以生產的那個 還有當時的居民 當時的蔡農 願意給高一點的稻米 不 sorry 願意的租金給當地的居民 即那些地主 地主想一下就是 我不做 也有錢收 所以大量將很多的田 就是會租給他們 而這班沒有去再種稻米的人 就走了什麼 就是歐洲 大家知道走了歐洲 50年開始 中國食物興起的時候 這班人就開始慢慢 五六十年代 移民去了今天的歐洲 英國 荷蘭 比利時 這些地方 所以你發覺剛剛在這樣的交替裡面 就出現 就令到整個 有一個favorable environment 就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情況之下 就做了一件事 原來加了之後 再加多一腳 就是政府說 其實它已經有點不滿 當時的社會管理 那想做什麼 就是不如前後推動一個比較 有系統 有規劃 有比較現代的一個虛時 所以就鼓勵了粉凌聯和虛 這個計劃的一個出現 那 當時我剛才說過 就是 戰後已經開始 其實政府很擔心那個糧食 尤其是蔬菜那件事 這件事就整合了 蔬菜統營廚 蔬菜統營廚 他在地方裡 第一個去收集農民菜的地方 叫菜站 第一個就是在粉凌 我去過 因為我小時候要幫忙推些菜 給人家寄買 在菜站 但是為什麼我有一個VS 就是 跟他敵對天光虛 就是因為 蔬菜站的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你把菜推出去之後 其實是交給 統營署裡面一些賣手 去幫你拿去買的 今天代替大家 把所有的菜給我 我就會把它運到九龍裡面 然後有人來買 就像大型市場裡面批發這樣做法 那問題是什麼 就是 我為什麼這麼感觸 就是因為 我和我爸爸 滿懷高興 把兩輛鐵車這麼長的車 十幾羅菜都推出去 交給菜站 然後兩天回來 就去找數 就是拿了一張單去找數 然後我記得他和我爸爸說 沒有啊 那我爸爸說什麼沒有啊 賣不到啊 那我爸爸就走了 然後我問爸爸 那賣不到會怎樣 他說原來會丟掉 第一 就是第一天賣不到就會丟掉 然後就是 有機會 就是 那如果 賣多少錢 我問我爸爸 我爸爸說 不知道啊 看他當日自己幫我賣多少錢 那 就是 你變了 你沒有什麼主動權 那我記得就是 那我兩輛車載了 那些菜去 一銅錢都沒有 他是沒有的 就是 我也覺得 為什麼我做了這麼辛苦的事 一銅錢都沒有 他說 那他們沒有人賣不到 那他就幫你丟掉 我不是拿得回來的 他就不拿了 不給你了 其實很多人不太喜歡去菜站 因為你完全覺得 不是真的血本無歸 是不是 對我那時候覺得 沒可能 我這麼辛苦 收割了的東西 都值少少錢 一銅錢都沒有 那些人就說 不如去聯和區賣吧 聯和區做了一個天亮區 就是 不如我自己推出來 通常什麼時間呢 通常我媽媽 日後拿完菜 做好之後 晚上煮飯 我們吃完飯 我們睡覺 通常兩點多就會推車 將菜推出去 聯和區 就是現在的街市 那個平地裡面 就在那裡賣 來的那些什麼 就是通常 主要是九龍 我所知 因為我小時候很多次都經歷過 跟他們一起去幫忙 因為他們買手是九龍來的 駕駛的車 大家好像 夾粉租一個車 每天就會有幾點 就來到這個聯和區 就買很新鮮的菜 我們主要種什麼菜 菜心 芥蘭 西芹 九忌 豆角 青瓜 這些都是菠菜 這些都是我們種的菜 於是就賣給他們 可以討價還價 我看到我媽媽的功力是什麼 就是他要看形勢 第一個有人賣給他 就說三個半 他還沒做三個半之前 就問在旁邊 問在師奶 今天怎樣 問他來了 今天事件不錯 菜不太多 你可以叫高一點 叫三個六 然後他還價 三個四 不是三個二 三個半 給你 就是這樣賣法 就是你可以完全控制到 當然有時候都會失敗 因為你高價的時候 人家不要的時候 你去到 早上六點的時候 那些菜飯走的時候 你真的要自己想一下 但問題都不要緊 我們試過失敗的 我媽媽都試過失敗 我媽媽沒有什麼氣餘 我媽媽就載回家 然後把菜 重新撕掉那些葉 批掉那些頭 因為它會變色 第二天再去賣 其實都可以的 其實這種方法是比賽站好 但因為有時候收成太多 你自己賣不完 所以部分就去了賽站 我自己那時候 我爸爸 這個是不是有什麼特別 是不是縮小可以 縮小可以 沒有縮小 可以的 謝謝 謝謝 我們繼續看這個範圈 是的 沒錯 好 所以我們都很少用菜站 給大家看 上一些菜站 上一些菜站 其實菜站在那裡 就是粉嶺 粉嶺那地方 就是安樂村 安樂村就是彭羅三個地方 就是崇軒堂那個地方 後來才搬去粉嶺聯和區 天江區就是我其中一個 生活的記憶 來的東西 我小時候就是住在這塊田的旁邊 這三塊田我自己怎麼知道 這三塊田都是同一個地主 後來我媽媽就賣了它 買了回來 就在上面建了一個很厲害 就是它不是木屋 因為我小時候住木屋 然後搬去一塊地裡建了一個石屋 1972年 我還記得 那時候就是 我覺得很自豪 因為不需要再住木屋了 因為住木屋最主要是 它打風一定會動的 第一就是水浸 因為我們快地的原本地址 是比水平線低四五尺 我試過一次 打颱風的時候 當然不是溫代的時候 打颱風的時候 試過這樣的情況 發覺一起床的時候 小時候 我們是兩層的 我住樓上 我媽媽住樓下 為什麼在我面前看到水飄就飄下 因為我底層已經浸了 浸了所有的田 那時候我很害怕 因為你小時候很害怕 因為你發覺好像在海裡 有蛇、有水蛇 行雷閃電會怕漏電 下雨會嵌 小時候很害怕這些地方 這塊田就是 當時種菜 這是後期很新的 因為有自動灑水系統 但仍然保留傳統的種田 這是油麥菜 這是唐生菜 給大家分享一下 那時候我基本上都沒有住在這裏 這間屋留在這裏 只不過我媽媽還住在這裏 因為我爸爸剛剛過了生 都九十歲的時候 他還在懷念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來不去下來 在這裏看看 其實小時候 我覺得我種菜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會有機會種菜 就是有些書 是坑在那裏 我小時候要怎麼做幫手 要淋菜 因為每天都要淋一次 至少一次 可能有時候要兩次 夏天沒有什麼 沒有所謂 你就踩上去 尺腳 涼針針 冬天才最和美 冬天怎麼做 好一點 我們有水霞 但是冬天你踩上去 都是冷的 還有第二樣子 怕什麼 不知道有什麼在裏面 你踩上去 Anyway 淋水 還有第二樣子 我最討厭做 大小時候 但都要做 這塊水 裡面有些泥漿 因為你踩上去 就要用手 把那些泥漿 拿出來 放在旁邊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鞏固它 為什麼 第一就是 不要讓 淋濕了之後 水不能夠流 因為每次都要淋上去 而且它有些營養 可以讓它 Fertilizer 令地比較肥 拿下去 最怕什麼 就是 最容易看到 什麼就是 幽人 青蛙 蟹 蛇 蛇 我都拿過 小時候很害怕 這些東西 但不能避免 因為家裡要做 家裡的五兄弟姐妹 我是其中一個最乖的那個 最笨的那個 因為我排隊尾 我排隊尾 小時候 小學 讀小二 小三 開始就落田幫忙做 經常都在田裡生活 除了讀書之外 所以小時候 都做的 但是大了 就很討厭 因為覺得太辛苦了 你看我曬得很痕癡 現在也是很痕癡癡的 小時候曬了 發覺已經很難 變回白癡 這個就是當時我小時候的生活 在這些地方裡面 好 你還看到一個農民 這個是 在龍蕊頭附近拍的 其實我是在附近 還看到 還有要搭棚 因為我們有時候會種豆角 豆角就要搭棚 用竹拆好之後搭棚 就等它拉上棚 我們要特意幫它 潛上去 等它的豆長大之後 就砸豆 或者種東 東瓜我們很少種 東瓜 媽媽那時候種我很少 為什麼我知道媽媽是東瓜 我小時候 三四歲的時候 不敢出街 不可以出街 不可以出街 困了我去哪裡 困了我床上 下面全部都是東瓜 放在那裡 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沒有東西做 就去挖開來看 為什麼一塊這麼大 這麼大 那些東瓜 就是你來來煲東瓜湯 都是東瓜 為什麼這麼硬 我媽媽經常放在那裡 原來一塊塊都是東瓜 我知道我媽媽是種東瓜 但是我長大的時候 已經沒有種東瓜 為什麼種節瓜 節瓜也是要這樣 接著種什麼 就種絲瓜 就是聖瓜 OK 我們不叫書瓜 因為覺得書書聲不好聽 所以叫聖瓜 OK 種這些東西 我旁邊有些人 你知道這是什麼 大家 西洋菜 西洋菜 OK 這個種什麼 這個是通菜 OK 通菜分兩種 一種是汗岸 一種是水岸 他們種的是汗岸 美眾之前 大家知道有些濕地在這裡 當時政府的計劃就是 怎麼做呢 就是這些地方 想辦法怎麼集資 成立一個有限公司 因為不用負責任 於是就出了所謂的招股 其實是一個挺新穎的一個方式 當然它不是最第一個做 但是其實都是用一個很現代的一個 一個modern 一個所謂的很size化的方式去集資 做了一個招股書 這個是我當時在粉底圍裡面 其中一個老人家給我的一個 其中一份 一個招股書 普通股 他買了兩股 每股十元雞 當時創辦股是500股 創辦股是村落明清為主 而其他普通股就是一些不同的人去招股 去扣入的 創辦股就是這些村 我所知就是根據他的 document 當時的檔案就是這些村 大部分都是什麼地方 就是現在所謂的上水 粉嶺、沙頭角、打鼓嶺、軍地、新圍 賣屋邨 甚至是領屋邨那邊 基本上是這些人 有110多個村在創股 接著會有兩類人 兩類的形式去認購普通股份 第一個就是個人 我當時分了一個類 因為我當時由1950年到1993年 我讀書的時候 就把這幾十年的所有的全部都做了一些統計 把它分成了 為何我夠膽這樣做 因為當時他們的招股書 和他們的認購 每個人的人名和資料都在這裡 地址都在這裡 所以他們是同一條村 聖鵬的,聖鄧的,聖侯的,聖文的,聖李的,聖陳的 聖陳這批大部分都是在所謂今天的打鼓嶺那邊 個人應購的,有這麼多的數目 這個我不講,循例大家講 這個值得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除了個人之外 就是一些祖堂的應購 即我們叫常產 大家知道新界很多所謂的太公祖堂 有三種的基金,一個是祖,一個是唐,一個是社,或者是會 祖很簡單就是太公掛了路襯或者是後代 用太公的名字來建 譬如拿幾塊田,成為一個基金 現在是所謂的基金 在他名下裡面,收了租之後就來拜山 拜山要做什麼?很簡單就是記得他 以及被益他的後代 祖是這樣 唐就是什麼?唐就未必定是一個太公的名字 他可能就是大家一個 我常常說的唐口唐口 就是大家一個 可能譬如有一個 大家夾粉 但通常都是同村的 夾粉 於是就給他一個名字 例如合義堂 那就是所有應股的人 大家捐錢 整個基金 會和社 通常就是神 關帝會、關帝社 像今天大家經常聽到那些所謂要做會的事情 他們就應購了這些 這些股份 當時其實 當時最初他們希望招到四萬九千五百股 但當時第一期是做不到的 做到兩萬幾 其實剛剛加上都可以 夠他們可以起到基本的設施 我想說一下 究竟他們怎樣管理 結構是怎樣的呢 我們想留意這群是什麼 剛才我說過這群全部地方精英 他們一定有一些 就是話事權 我們會看看 其實董事局裡面的成員 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在主導這件事 因為我們知道 他們除了在村裡有一些話事權 他們如何在村的界限以外 在地域上可以建立更多的網絡 和權力範圍呢 我們看看董事局裡面 董事總經理的人 你發覺 彭富華 其中一個最初出名就是 粉領圍裡面 非常之有名望的一個 就是他們都和彭樂三 我以為和彭樂三沒有關係 就是和彭樂三沒有關係 就是不同的人 彭富華的兒子是彭鏗妍 他兒子也承繼了他爸爸 都是做生意 在當地有非常輕重的地位 另外就是李卓南 這些都是當地非常有名的時薪 你看到董事局主席 你發覺周現場是誰 這個是彭富華的太太 周現場 就是彭鏗的媽媽 他做了幾年的董事局主席 他媽媽其實 如果你有聽過很多年前 有一個地方叫海燕花園 就是紀念他媽媽的一個地方 這班人基本上 你發覺就是 雖然他的集資是用一個現代方式的東西 但是管理最後的主導的風格局 就是有一個家族 就是聖彭和聖李的人去管治 就是帶領整個聯和區的發展 好 虛市開了之後 究竟虛市投資了這麼多錢 他的收入是哪裡來的呢 收益有三個部分 第一就是租金 租金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在有蓋街市和沒有蓋街市的攤檔收益 我舉一點例子 譬如當時剛開始的時候 我所說的就是 租多少錢 因為我記不到這麼多 不好意思 我都要找些資料 魚檔和雞鴨檔 60元一個月 鹹魚檔70元一個月 其實鹹魚檔比魚檔和雞鴨檔更貴 為什麼 真厲害 豆腐檔50元 要付租的 曾經試過 原來有一個月 只是收到五千六千多元 50年代 70年代收到多少錢呢 收到九十幾萬 去到1987年就突破了一百萬 超過 五年之後 即是1992年 差不多接近業證收 租金收到二百萬一個月 當然 除了收這個之外 還有就是青融 我所說的天江區裡面 每天的農民 鐵海龍 把菜拿去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不可以自己租 就要找一個人來租 就是叫他 比如我們賣了之後 通常是這樣的 雙方站在那裡 賣的那個 和我們賣的那個 然後叫一個 拿著很大支租的那些 有個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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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cal 鍵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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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重一點就要怎麼做呢?用一條單挑,木棍的,我們那些經常被爸媽打的就是用這些 很長的,我試過被爸爸追著打,當然他抓不到我,我跑得快,但有什麼後果就是沒有飯吃 你出了家嘛,你頑皮嘛,你一天就回到家,你想吃就怎麼做呢?捱幾棍 當然不是很大力,當然就變成藤條,如果真的太重,他有肥仔跟我說,陳國誠,拿一條單挑來,大家每邊拖一拖,他拖一拖,你拖一拖,調高來很快 接著就收錢,收多少錢,我也記得這個價錢沒怎麼變,蔬菜3元,剩一個就3元,如此類推,即時付錢 很簡單,即時付錢,OK,超過50斤就40元,所以我告訴你50斤他都拿起來,你不用開玩笑 那些錢從哪裡來呢?就是青蓉來的,青蓉不是這個肥仔付錢給聯合企業公司,而是因為青蓉是外判的 他們 Auction 即是投標回來的,公司投了標之後,譬如今年我投了一萬來做的,總之超過一萬的,多那些就是你自己代代了 所以一萬元就要給聯合去接公司,OK,可以嗎? 好了,還有賣地,賣過什麼地,其實不是很多的 賣地呢,第一次賣地就賣了三十幾萬 其後另外一次,差不多去到八十年代賣過兩次,一次就二百十幾萬,另外一次就三百六十幾萬 股東有沒有好處呢?有的,你當時以表誠意之外,幫忙為自己的村子 譬如姓鵬的人支持鵬富華的話,就買了一個股份,是不是? 就有派股的,不過就很少而已,告訴大家 1960年至1970年派過什麼股呢?普通股派每股派五毛錢 去到1988年的時候,每股派普通股10元,創辦股每股20元 1992年的時候就雙倍了,普通股就是20元,創辦股就是40元 當然不是說很多錢,你買五毛錢比他更多,不過anyway 當時其實,你去投入這件事,不是因為要賺錢,而是一個支持 村長叫你做這件事,你就去表達你自己的誠意 好了,股份,這個就是,很有趣,因為股份都會轉讓的,買完之後我不想要,行嗎? 我做了一些分析,1971年至1993年的轉讓 其實轉讓,這幅給大家看,這幅是我在網上找的 很有趣,為何覺得你看到,不是這些有趣,是這個有趣 他說,此股票持有人,以將股份轉讓與彭富華,不知道什麼什麼 看不見了,什麼什麼註銷,彭富華簽了名 我想給大家聽,就是看這個 我做了一些簡單的統計,就是那個轉讓的東西 轉讓裡面的pattern是什麼,就是規律就是 有一個原則 原則就是,一定是來自同一盛事 或者是同一個宗族 或者是 同一條村 因為每次轉讓,我會看到那個人的資料背景 所以我規納出來的就是 有 這批股份裡面,看到什麼pattern呢 這9619股裏面 有6303股就是跟這個我剛才所說的pattern的 同一個姓氏,同一個宗族,同一個村 餘下的3316股 通常是由高堡村的理事 和粉嶺村的彭氏接收 你看到的情況很有趣,就是原來 這兩個家族 我們明白為什麼這兩個家族 會在董事局 和主席裡面 佔一個這麼大的一個 我們明白到 他們的 權力的基礎和權力的運作 究竟是怎麼表現出來 在虛視裡面 好了 這些不說了 給大家看的 相片 說得太多,很悶 好 聯合主業有限公司 就是這裡上去的 以前這個地方 其實是油證谷來的 我小時候兒時的油證谷 現在過了幾年之後就轉了 這裡都沒有了 拆毀了,看到油了 就變成這樣 我記得我上去的時候沒有人坐在我 正常的 我經常跟學生說 我的學生去做功課的時候 去做訪問 人家不坐在哪裡 我生氣他 我說你生氣他 人家沒有義務 我說 人家沒有義務 說話給你聽 你要怎麼做 第一次不行 就第二次去 第二次不行 第三次去 你明白嗎 還有記著天天 人家在上面打麻雀的時候 你不要走在哔哩巴 在吵人家 大人家在發財 你明白嗎 坐在那兒等別人 我經常覺得做人都是這樣 你明白 你是去求別人拿東西 你當然要這樣 還有去多幾次 有個信任慢慢覺得 這條年輕人 捕上來 真的 有幾個禮貌 慢慢就開始 熟落 因為我那時候做得比較急 所以去了兩三次 我就沒有去了 大部分的資料其實都是在 公司駐紮廚拿回來 這個就是聯和區的基地 這個發言店我沒有去過 很有趣 但我記得70年代是很華麗的 67年代 因為有兩件事轉來轉來 上海啡舖就是這樣 很威風 因為我剪的那些 沒有那麼高級的 就是在街邊鋪 馬上套 一件事 然後就回家自己洗頭 就像現在的快展 這個就是聯和區當時的 你看到那個 順昌陽服 這個就是 聯和區的街市 它的區市是這裏 即是入口 這是它後面 這裏就是和風街 這裏就是粉嶺公廁 如果你有去過就知道 現在粉嶺公廁都是在這裏 有間很有趣的舖大家知道嗎 就是和風百貨 為什麼叫和風百貨呢 就是它叫和風街 這個百貨 好了 和風百貨很有趣 我90年代去的時候 他有兒子 當然不是他爸爸 我問他 他不理我 沒話要說 沒有話要說 去多兩次我都沒有去 他都不想說 那就算了 和風百貨在賣什麼 就是賣這些東西 但我進了幾次 我最深刻印象就是 就是 我媽媽有一年在這裏 買個新衣服給我新年 他年三十萬 即是年二十九 他賣菜給天堂區 賣完菜 第二天就是年三十 早上是年三十萬 年三十萬就停一日 天堂去 那天早上做什麼辦貨呢 首先就是辦年貨 第一樣幫我搞定 就是我們五兄弟姐妹的新衣服 我記得有一年去了和風百貨 幫我買了一件襯衫 加一條領胎 那條領胎不是 不是要綁的 是有個扣在那裏扣著那些 那時候我覺得非常震撼 這個地方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高級的地方 其實他買些什麼 大家知道 買這些衣服 這些衣服買些什麼 通常買給所謂的 所謂的 剛才說過的 尼泊爾籍的 通常都在這裏買的 賣襯衫 賣外套 你發覺 買Levi 買Lei 很現代的東西 收拾了一粒 沒有了 後來都沒有了 收拾了 百姓這個地方就是和風 這個看到嗎 這個就是和風的地方 你看到 有個機舖 機舖我小時候都在這個地方出現 很開心 這些地方就是我同年的回憶 但是也是最慘的回憶 為什麼呢 因為通常被媽媽知道之後 就打到飛起 不准去的 還有這些地方通常就是 茶牌的 那些男武子 那時候我讀大學的時候都還去打機 有一次打機 因為我很瘦 那時候好像穿 紮的牛仔褲 他樣子很壞 好像整個飛仔 又不像中國人 又像越南仔 有一次記得出門口 然後 過來 站在我出門口 還記得 拿新聞看 看完之後 做什麼 你做什麼 不是我做什麼 我做什麼 我正在讀書 讀書 是的 我在大學讀書 不是吧 然後我拿了中文大字 看不出來 我說 SIR 我都很乖 讀書 怎麼在這裡 我打機 走了 沒事了 那時候很有趣 小時候 其實 我覺得不是老 不禮貌 不是吧 大學生 走來打這些機 Anyway 很有趣 隔壁 沒有了 這間是一個 我喜歡去的地方 就是一個 雅士餐廳 還在這裡 裡面的設計是這樣的 這幾年我有時跟我太太 跟我的小朋友進去吃 很暗的 但是很棒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都是很有趣的東西 OK 剛才你看到這個位置已經沒有了 全部東西 都變了 這是什麼地方呢 這裡的左邊就是街市 就是那個賽市場在這裡 天罡區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是天罡區的 OK 原來有地頭的 我媽媽從來泊車 不是私家車 泊的那些鐵車在賣菜 是這個位置的 通常 這個 這個紅色車這個位置 就是我們這些地頭 我們不會泊這邊的 分了 大家的盤地不會霸 因為 我所知就是 我們這批通常來自馬市部 再前面那批就是來自 粉嶺高部和軍隊那邊 分開很有趣的 這間酒樓有什麼重要的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很重要的 因為小朋友去麥當勞 就是很想去的地方 因為去喝茶 賣完菜之後 為一個最大的獎領就去喝茶 一鍾兩鍵 我爸媽都是 早餐在這裡 吃完之後就回家 那如果沒有酒來吃的話 我通常有什麼做法呢 我小時候就是 我住木屋 木屋我旁邊有個水井 那水井就蓋住了 有個泵在這裡 有個木屋 我每天早就坐到起床 7點多就等我爸 推車回來 就看看有什麼早餐吃 這個是我 我和我爸爸的回憶 我媽媽就決定買些什麼 回答給我爸 我爸就拿回來 為什麼我爸蠢啊 他又不會買菜 他先回來的 就照顧了我們 我媽媽就 店後因為他要買菜 他買菜才會回來 然後就落田 然後吃完早餐 我就上學 小時候就這樣上學 好了 現在還在這裡的 這個地方裡面 在芬蘭火車站 你記得 如果芬蘭火車站 你去過芬蘭火車站 再過一點點 就是長華村 長華村 旁邊有個護船署 旁邊有個什麼 叫什麼地方 財品師柱的 那裡其實以前 有些 所謂 不打澳 我沒有去過 那時候因為太高級了 不打澳後來拆了之後 就搬來這裡 來這裡聯和區 聯和區 你見到這個 OK 聯和區 對面就是 響示委員會 我會介紹一點點 關於響示委員會 搬來這裡 這些就是早期 仍然都沒有拆 不知道會不會再拆了 這就是兩層的 一些所謂的雙舖 OK 下舖 上居 OK 不打澳 他旁邊 他對面就是 粉麗戲院 粉麗戲院 一落就是 一個大斜坡 全部是西洋菜田 就是粉麗樓 為什麼我熟 因為我每次都經過粉麗戲院 落了去粉麗樓 然後再上去 穿過森林 那時候拍天蠶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我小時候聽 天蠶變 不知道什麼 强那個 做那個沒有打那個 徐少強 沒錯 哇 那時候 情緣不上學 走中途看到拍戲 看一會再上學 在那裏 拍天蠶變 穿過的 那個樹林 去粉麗公立學校 我就在粉麗上長大 其實我很奇怪 退休之後應該寫一本書 我小時候在粉麗上長大 小學在粉麗公立學校 中學在鳳溪 粉麗公立學校就是粉麗姓彭 建的 上水鳳溪就是上水姓寮的 其實你看到這些淵源關 很有趣 我覺得我姐姐就嫁了一個粉麗圍 我的博少論文是寫粉麗圍 我小時候在粉麗圍 不是在粉麗圍 所以你發覺我大部份的時間 都是跟這些人有關 我老師 其他老師就是研究上水 所以你發覺 這些關係成為我自己的生活 一部份 也是歷史 也是自己的研究 一部份 多謝我在科大時的老師 蔡主場教授 現在退休後去了 回到新加坡國立大學 叫我做這份論文 做了聯和區 除了虛視之外 除了相譜之外 就有不同的組織出現 有鄉視委員會 1954年 當時還未有一個建築物 64年才有 給大家看看 不如看看照片 這個不是我 對面就是粉麗戲院 粉麗戲院 64年有一個 電機的牌坊 當年彭富華也是其中一個 主席 李昌 李昌 這班都是非常之在當地非常之著弱 也都是有權的 彭富華也是鄉視威 鄉義谷主席 2001年 重修過的 聯和職業公司也有捐款 劉皇發當時是大家知道的 發叔 有捐款 李國鳳就是當時的主席 也是鄉視委員主席 彭香妍 就是我先說彭富華的兒子 第二兒子 戴德堂就是 粉麗彭氏中族 的基金 我想說的族常產 這個不知道是誰來的 萬和之兩項公司 我沒有太大考究 如果我們做歷史研究 通常我們老師教我 這些很重要 為什麼呢 你想看社會的社會網絡關係 就看這些 為什麼呢 大家要做 當 醫院而已 你有朋友去開 店鋪的時候 你一定做慶的 做個花瀾的炭 這些所謂的社會網絡關係 社會網絡關係 這些就是我們做歷史 慢慢炒出來 這些是什麼關係的人 在鄉視委門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診療所 我沒去過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病的時候 通常去什麼地方呢 就是在 一棟多層大廈裡面 一個非法的 一個 不是非法的 沒有註冊的一個醫生 看完之後 我記得有一次我二哥載我去 病到死了死了 我很深刻的 為什麼呢 我哥哥那時候幫忙要載一些和管草 有沒有聽過和管草 不知道為什麼 我媽媽那時候叫我哥載和管草 用股頭載 我就睡在上面 因為我不舒服的時候 上完體驗身就睡在和管草上面 就在聯和車載我去馬氏部 我很有記憶 我和我哥哥的關係就是這樣 另一個哥哥的關係就是 他有一次就乘車載我去幼稚園 高年班上學 很威風 因為小時候我大部分的幼稚園時間 是自己上學的 不像我們現在的小朋友 大佬 車到門口 不是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除了幾次我媽 我爸爸帶我去之後 因為只有一條路走 在馬氏部上去粉嶺 的地方 那個就是 但是我那時候沒有想 我爸媽 沒有這麼想 會不會拐了我呢 沒有想過 但是那些人說 拐了為什麼 自己的生活都不太好 拐了 是不是特別英俊 所以我小時候 一個人自己都回 小時候已經開始幼稚園 中學 小學大學都是這樣 上面 他有個診療數 很有趣的 就是 當時聯和職業公司 清用 撥款 在這個 清那個 收費裏面撥了4萬元 OK 為什麼要成立一個福利基金 因為當時很多的規定就是 他要搞一些社會福利 就是他有些收費 一定要放回社會福利 所以是 整了一個 這樣的診療所 好了 這個就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同鄉會出現 大家都很熟悉 九龍都有 香港都有 這些是很out day的東西 我們年輕一代 基本上一定不會去的 我記得早期的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變形呢 早期試過變形 80年代的時候 轉型 不是變形 轉型 同鄉會的人很害怕 下一代不來 怎麼做呢 做卡拉OK 早期的時候卡拉OK 上來唱卡拉OK 現在就不知道做什麼 但是 我南鄉同鄉會 我爸爸六七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 在這個地方 這裡 這個地方 為什麼要說呢 因為樓下這個聯大粉嶺地產 就是幼稚園的地方 就是我 低年班 上 有轉的地方 沿路這樣走 走下去 其實就是馬屎步 不會當失路 好 當時上去之後 不敢撥開別人的 就只能感應 南海同鄉會 是 1967年 OK 其實剛剛我那年出生 我都五十幾歲了 就是發覺 稍晚一間 1971年 1971年就開始有一個會所 1971年就開始有一個會所 OK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福利 這個不重要 其實有交會費的 交會費是福利互助付二金 小時候問我什麼 原來就是當那些人 如果人家死了老柴的時候 家屬就可以領付三千元 所以我爸爸死了的時候 先游了 我媽媽就拿回三千元 記住 如果你不供的話 超過十二個月 作費就自動放棄 就不能拿了 所以 這東西很有趣 有沒有用 我不知道 總之當時來說 那些人就覺得 這些社會保障裡面 你自己 你自己看不考慮 去放下去 還有一個聯和商會 聯和商會 1958年成立 在哪裏呢 就在這裏 他的對面就是幼稚園 南海同鄉會 聯和商會 當然上去每天都沒有人理會我 進去就不要緊 但是他很好的人 讓我可以拍攝 通常不趕你就算很幸運 不好意思 介不介意我可以拍攝做紀錄 可以隨便拍包 這樣就拍了 所以你剛才看到有很多珍貴 上面就是他們很慷慨讓我可以翻影 但質素當然不是很好 因為膠外不敢拔人出來 拔人爛了被人罵 所以只是隔著一層膠去拍攝 聯和商會1958年就已經有了 你看到優德根在這裏 就是 改建戲院的那個 意思是阿氏 阿氏那個優德根在這裏 我沒明白為什麼 他不然會跑來這裏不精解 他捐了錢 李卓南 捐了錢 彭芙華 這個不說了 因為時間關係 聯和商會也有掌課金 其實我那時候讀書應該不太年輕 所以沒有機會拿到 所以沒有去過這些地方 掌課金 聯和商會也捐了五萬元 馮映也捐了 彭亨賢 彭富華仔捐了一萬多元 廖創兄也有 現在很少捐 那時候真的厲害 找到什麼人來捐錢 海外信託 那信託是不是沒有了 是不是清了盤 那信託 聲音吃了OK OK 那這些很有趣 但是我其實已經沒有時間 去再做這些研究 因為我的題目轉了其他 所以停下來 只不過今天 這幾天 把所有我的照片全部 看看 然後選了一些給大家 去分享一下 我這十幾年 找到的資料的東西 好了 剛才所說的 記不記得 合作社 就是說 英國政府很害怕 菜來不到的時候 怎麼搞呢 正在合作社 就是這裏 安樂村收集站 原來這麼小 但是菜站不是這裏 記住 菜站是什麼 就是 去回 在 隆一頭附近 就是 它裏面很有趣的一個大水池 旁邊的大水池 就是要洗蔥 洗蔥 那些蔥有很多泥 有些人就在那裏洗乾淨 他要洗乾淨 搭好了 就是 等到膠 然後才拿去呈 呈完之後去賣 所以我那時候 覺得很傷心 為什麼一毛錢都拿不回來 那時候很生氣 那個 staff 那個職員 即 他 好像日無其事 我爸爸叫陳房 陳房 沒有 賣不到 我就問我爸爸 為什麼一毛錢都沒有 他說賣不到 賣不到 所以 你很desperate 你幾個月的東西 基本上就沒有了 所以我媽媽就寧願拿去 但是你知道很辛苦 為什麼你早上起床 兩點 賣上賣到五點六點 接著就再上班 不是在田落 田落到夜晚 沒那麼停 其實一日睡了幾個小時 你想想 他十點左右 睡到兩天 睡四個小時 真的很慘 我覺得 我爸媽 養了我幾個兄弟姊妹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一日睡四個小時 差不多大半時間 一年都要有三百天賣菜 合作社 梳菜統營處 我們有個菜站 另外 政府是不是搞了一個 梳菜合作社 另一個 不同的東西 就是在這條街 我找到他 這樣的地點 又衝了上去 發覺 我問我爸 我爸還說 我爸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我自己也有份 又是買股份 又是買股份 那我就上去 然後認得那個 在 不知道是誰的 阿叔 他沒有做 走到這裏 當時 沒有錢給我們 賣不到菜 那個 他不認得我 我認得他 我以前不是在菜站 做的 你是誰 我是陳仔 兒子 那麼大 然後上去 就在這裏 首先 又是拍照 在這裏狂拍 登記 登記 1956年 登記了 這些不要再給大家分享 很有趣 我覺得這些歷史文物的東西 那些字很漂亮 合作社 有些章情 在這裏 業務範圍 究竟什麼原則 當然也講很多什麼 關於 有獎金 有貸款的東西 因為 因為時間 未必那麼多 看看 貸款 原來有個五年貸款 他不是自己給的 他原來就是 向世界難民合作社貸款基金貸回來 那時候也挺厲害的 貸了五年 給這些成員 因為 歷史原來是1958年聯合國第十三屆大會 已決1959年6月起 定為世界難民 換起世人對於難民的注意和關懷 於是發動資助這些人 等他們安居立業 於是政府1962年成立了基金 向農民和漁民合作社貸款 包括做什麼呢 包括做什麼呢 貸款 原來貸款有趣的就是 使用限於非生產用途上 不是讓你拿來做生產 包括什麼呢 就是 簾葬 教育 駕取 房屋 小收 以及其他的急需 所以 每一個社員的最高貸款不多於200元 1962年 還要6個月之內歸還 貸款利息不能超過6厘 借錢在哪裏借呢 你不需要去什麼財務公司借 這些地方也要借 但是錢是怎樣的 你一定要進入這間社裏 才行 好嗎 好 另外 為什麼儲備基金呢 原來有趣的就是 原來要付錢 每月供錢 原來我老爸都要付錢 要交費用 總之鮮油之後 又會有錢拿回 而且每年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次年年都看到我媽媽 說兒子 一起跟你爸爸去合作社 拿生油 生油 為什麼生油派 那裏不是生油 那裏是合作社 我也不知道 我媽媽給我解釋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 因為他有爸爸 是成員 然後他有些租 有些收益 收益之後 用不完 就派給大家 不付錢 就派生油 於是就拿生油 於是小時候就要拿生油 去到政綱裏面做交流 我不知道誰打誰 這張照片在上面拿回來 他借給我拍 84年去美國 考察 這個不像我爸爸 不過有點像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OK 上去發覺 我爸爸說有張照片 有看的 那是什麼 大把人給你看 於是我就把所有的照片 全部都拍下來 幾百份拍了很久 拍了很久 今天拍不需要怎樣 你下早再來 於是我下早回家 回家後再來拍 現在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人保留 因為私人問題 所以我就蓋了他的 這個照片 蓋了他的ID 但沒有蓋了名字 應該 六二年應該沒有太大影響 希望 OK 當時這個 梁先生31歲 男女 教育程度 直貫 挺有趣 有多少子女都寫 有工人 耕田的幫手 在裡面 那些公仔 我就知道他在耕田 在DDlock Lock number多少號 其實查到就會知道 究竟業主是誰 業主要寫了 不用查 姓彭的 即是粉凌維 彭族的 彭慶堂 一個基金裡面 這三個應該是什麼 就是他們所謂的私利 管這個基金的人 租了給他 這塊地有多大呢 五斗 斗呢 怎麼算呢 大家知道 我小時候 跟過我爸媽去收租 怎麼收租呢 地主不是來收租的 很大陣仗的 有一次怎麼做呢 有一天 在一個村子喊 下個星期 誰來收租 我記得在强叔一間豬欄 的家裏 我記得 設置在那裏 我八卦聽到一次 收租 然後有一個木箱 糧 糧的東西 以前的人說 倒一些穀米 糧 糧就當成這樣交 我那時候都沒有這些 原來沒有了 已經不用了 交給錢的 給錢的 收錢 不收穀 但是那時候很大陣仗 全部人都在同一程 排隊 交租 交給業主 這是另一個 他住粉嶺 在對面 在粉嶺北帝廟 對面 現在的馬會道 位置 潘儒 這些資料其實有用 對我來說 將來研究 當時農民 的背景 不同的組織 又有政治的 又有民生的 又有社會的 還有宗教的東西 這個就是 天主堂 每個星期早上 睡到八、七點 就聽到 叮噹 叮噹 就是這個鐘 在這裡響 因為 再過一點就是我家 這個就是 早期的樣子 天主教堂 OK 我們就這樣叫做天主堂 現在就 變形了 因為前面建了房子 不是 前面建了他自己一個 新的東西 很多村民信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記得我讀大學的時候 我隔壁的賣叉燒那個 在聯和區街市賣叉燒的 隔壁屋的人 其中一個 小子 經常跟我們傳教 討論神傳不存在的問題 神是否無處不在 是否萬能 是否先知 我就跟他討論了很久 然後 他說 誠仔我不是要你信的 我知道 我覺得宇宙漫漫裏面 我覺得不是唯一一個神 有很多神的存在 很難證明的 這個很難證明 所以都不能夠否定 跟他討論些什麼 然後好笑 他跟我說 我都知道你不信的 我不是不信 我尊重你的宗教 只不過我覺得 我會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他每次 好笑的有時候 帶一些教友過來 聊天的時候 傳教上說 你不用跟誠仔講話 為什麼呢 我已經跟他講了幾年 不用理會了 講其他人講話 我覺得很有趣 非常有趣 跟他的經歷就是 小時候就是 你說一下這些什麼 但是我都沒有信教 為什麼 OK 通常我們做這行 都比較少 好了 講完這些歷史之後 其實他有變化 這幾十年代 除了買賣之外 就是 80年代開始有什麼 特別的變化 80年代開始 他是一個觀光的地方 這個就是當時我出版 當時旅遊協會 搞一些新界旅遊 我為什麼 遺疑這件事呢 其實是什麼時候 遺疑呢 就是有一年 我老師 我英國的老師 另一個老師 就是他做台灣研究 但是他娶了香港老婆 Anyway 他的太太是香港人 小時候過了英國 他一直跟我說 他是郭成的 我帶他去看我研究粉領維 我帶他去之後 有一天無緣無故 我明天沒有空陪你 為什麼 我去參加一個 一日遊 什麼來的 他說聯和區 他說你做過聯和區 我帶你去 他說不用 我想看看 那些人怎麼說聯和區的事 他想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於是他參加這個團 他回家說 唉 什麼特別的 於是令我想 原來 81年已經開始有這些東西 當時的Tourism Board 就是旅行局 就是搞這些東西 看一些什麼 像今天大家說的 看一些 中國傳統 一些文物的東西 這個就是 原來去六個小時 去 停留這個地方 可以慢慢買 看什麼呢 大家知道客家 富裕 那時候我還看得到 戴著一個黑色的帽 黑色衣服 我們叫客家婆的 其實還值得 現在沒有了 其實應該20年前開始停了 那你問一下 那些人怎麼坐車 去到聯和區域 比如住軍地 住打鼓嶺 鬼死那麼遠 聯塘口岸那麼遠 怎麼來 坐巴士 除了坐巴士之外 大家知道香港有巴士 就是什麼小巴 那時候沒有什麼小巴 小巴多數行 上水粉嶺大埔 有部份是行平斜 但是不多 但是它都是行大馬路 行沙頭各大馬路 不會走一些村裡面 譬如再進去的那些村 那些村民 通常 村民就不是走的 原來有些村民 經營一些 接駁巴士 是一個 這些車 其實好像 類似今天地鐵那樣 是兩邊的坐位 一個 龍 好像那些龍車 好像現在的 藍武士那些 停在哪裏呢 停在街市的門口附近 這個是平斜的 這個是馬尾下的 這個是不知哪裏的 不要上錯車 上了之後 通常二十多分鐘 人們都抬了東西 回去 很少坐巴士 因為巴士不准上 小巴就罵你那麼多的 所以 在村裡面 不用站的 這個 有多少號庭 任庭 不生氣 所以發覺 比特地好 那時候 除了看這些 之外 就是看這些 所謂的交通網絡 好了 2007年 大家開始想 這個老地方有什麼看 拍了一個 叫什麼 每當變幻時 如果你是Eason 粉絲 或者是 誰 這個歌手 記得什麼名字 楊千華 楊千華 拍了一個富貴 樓 這個地方 還有 開始有人想 粉嶺 美食 有什麼美食 給我一點時間 雖然 答半了 吃什麼 玩什麼 大家去過 是不是 可能大家去過 大家知道是什麼 這裏 這裏 隔壁就是個教堂 美斷 這個地方我為什麼要拍呢 因為這是我小時候最大的回憶 我小時候沒什麼做 早上所有同學一起住在附近 馬斯部同學 去做什麼 沒有電視機打的時候 沒有電視機 我記得我爸爸是用鐵箱鎖住的 用鐵箱鎖住的 木箱是曾經用木箱鎖住的 因為我哥哥弄壞了 所以就用鐵箱鎖住的 然後用鐵箱鎖住的 是他的老人家 批准開的時候才可以看的 平時是關上的 沒什麼做就是打球 早上5點6點我們就會踢球 去球地踢球 踢球之後就去一家叫洛斯餐廳 1970年代中期 洛斯餐廳吃什麼餐 中式餐我就吃得太多了 什麼粥啊 西式就厲害了 火腿、蛋 通粉 雞腿 你就是這個地方吃了 那時候真的富貴得不得了 那時候真的不是開玩笑 洛斯餐廳 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很厲害 第一間的美式餐廳 不是美式餐廳 快餐餐廳 我們就在這裡幫忙 我們把 這裡停電單車 我們以前沒有什麼車停 停單車 我們是踩單車的 停單車就在這裡 接著這個地方 還在這裡 哥哥仔 還在這裡 好老的 不過比我更老 拳機皮鞋 我要上學買鞋子的時候 買球鞋 皮鞋 中學的時候買皮鞋 都是在這裡買的 因為覺得它很穩陣 不會騙我 協鄉的 大家吃過雞腿包 我也吃過 不過我就不太喜歡再吃 反而協鄉對我的最大印象是什麼 就是餅會 中秋 沒錯 我爸媽 我經常都明白 我小時候 媽媽經常帶我去協鄉 一拿就 每次拿到十幾盒 用紙盒包著的 月餅 他說我們做月餅會 我問什麼叫月餅會 每個月供錢 每個月供幾元 供完之後 一年之後就去拿月餅 就是協鄉的時候在這裡拿 但是現在就沒有了 現在就做 這個雞腿包 我沒有怎麼吃過雞腿包 四眼仔腸粉 就在對面 另外群記的豬手面 群記豬手面 現在還有沒有冷氣 還沒有 都還是開風扇 他吃完之後 發覺坐一會兒馬上走 受不了 太辛苦了 有很多人在這裡 旁邊有很多人 投注站沒有錯 旁邊就是投注站 就會見到我的老師 有時也會見到我的老師 在這裡賣 好了 還有一些店舖留在這裡 這間 國技中標 以前不在這裡的 以前很大間的 我買手錶 我媽買手錶 我爸爸買手錶 我哥買手錶 就是光顧這間 國技中標 他都很老了 應該超過六十歲 這間 店舖買什麼 就是賣農產工具的 翻肚機 坐頭 水喉 什麼都在這裡賣 他應該是第二代的 他有兒子做的 他爸爸爸爸都不認得了 好了 沒錯 落種了 白菜 菜心 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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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蘭 全部落種 在這裡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媽媽沒有時間去買 她跟我說 她說 你跟合計說 哪一個 兒子 現在來買 這隻菜種 她說你知道 小時候就這樣買菜種 買完回來 就落田 這個沒有了 連舖檔名字都沒有了 但我認了一隻永生 種子 這個自己有意思 永生 合計菜種 聯和新村拆了 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聯和區碼 他的位置在哪裡呢 就是現在這個位置 記不記得 這個就是我的幼稚園的位置 後面就是海聯廣場 海聯廣場 就是這個樣子 這就是所謂的百屋子的地方 以前是凹了進去的 這個位置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地方其實很多人聚集 因為當時是沒有水喉的 沒有自羅水的 要淪街水就是這個地方 水喉就在這裏 OK 接著就有幾坨落後 就窩了 就是聯和新村 聯和新村裡面 我們通常去 通常就是 吃牛腩麵 這個地方 好了 第2個變化 第2個變化就是 聯和區 大家知道 停了 什麼時候停了 194 我都忘記了 雖然我們 年紀都大開始 都忘記了 什麼時候停 194 2002年7月 2002年9月26號停 2007月1號就開啟這個新的 這個 那時候我媽 因為我爸爸那生 我媽媽就搬了對面的 低庭軒住 天天對著這個東西 這個街市就沒有了 大家買就很棒 因為有冷氣 大家覺得不會太辛苦了 現在就變成一個這樣的局面 於是 那些人就問 那究竟 應該不應該保育它 怎樣保育它 怎樣保育它 其中 粉領書的其中一個作者 其實當時 最初打算全部拆掉 當時 劉校長就說 不要 這塊東西 怎樣都不要拆 所以結果就留了這塊東西 但這塊東西 怎樣 仍然 糾然殘存在這裏 又不知道怎樣 這幾年就變成一個困局 因為很多的團體 我所知民間的團體 官方非官方團體 都做了很多的 proposal 去怎樣所謂的活化 revitalize 我們怎樣活化 這塊東西的東西 其實 我跟大家說 對於這些 真的不是我的 研究的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香港的活化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通常就是 後知後覺 拆了 或者就來拆 拆了一半之後 才說 不要動 例 你明不明白 你拆了一半 好像竟然你那些 都很幸運 拆了一半 可以拿回 這些拆了 只剩下舊的東西 就是你很難去將它 另外 有些 你看現在 尖沙祖的那間 什麼差館 做了商業的東西 我不是 這是一個困難 就是 你一定要有個business 在那裡run 你才能夠維持到 那個裡面的maintainance 就是那個 維修也好 經營也好 所以有一些商業的元素 但是除了商業之外 會有什麼其他的元素 可以令到我們覺得 這些所謂的heritage 這些所謂的historical monument 就是歷史文物 變得有 教育意義的東西 我們有一個 叫 edutainment 就是education 加entertainment 合起來的東西 也有教育 又有娛樂的東西 放在一起 而不是純粹消費的東西 這個 不好意思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不便多談 因為我也有做過關於澳門的文物的東西 澳門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澳門特別多這些 文物保存 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 不是因為政府刻意 是因為政府不做事 逃過政府 還有當時的發展 因為你知道 其實主要是靠賭業的 這段時間 所以基本上不需要發展的時候 結果很多東西都可以留下來 但是對比香港 很多東西因為需要發展 所以就拆了它 所以你發覺好有趣的就是 你不去發展不拆它 它反而留下來 你是刻意去發展 就變成就留不下來 究竟應該怎麼 平衡這些之間的關係呢 傳統現代 發展保留 活化 還是要教育 這些之間的關係 成為 聯和區 開始變形 因為這幾年有些不同的團體 都找過我 究竟怎麼給意見 我說我真的不太懂得給意見 因為我只要告訴你 我想怎麼把這個地方 和不同的東西可以繞在一起 變成一個主題 讓遊客去探索的 不是純粹一個街市 而是一個社區 以一個社區作為一個重點去理解 整個區域的發展 無論是文化、歷史、經濟、政治 不好意思我都超時了10分鐘 我暫時就將我今天的分享講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陳博士今天這麼精彩的演講 現在就進入答問環節 有興趣 提問的現場觀眾朋友 可以舉手發文 我們的同事 會大麥克風給大家 在線上 Zoom在看直播的 那麼多位朋友 都可以利用他的問答功能 來發文 我也戴上一副 因為這副是老花的 這副不是老花 想看看大家的樣子 好 有沒有什麼大家提問 或者分享可以 覺得我說錯了 不要緊 我經常跟學生說 阿sir不是聖人 一定有時候都會說錯話 所以可以分享可以去 陳博士 我想問一下 我記得以前聯合去 在街市對面有個球場 有些鴨子 綁著一塊塊的賣 我忘記了什麼時候沒有 不只鴨子 還有鵪鶉 田雞 我最喜歡看什麼 就是看他怎麼剝皮 很殘忍 他現場 田雞就是剝皮的 即時剝的 不好意思 我這樣說 但當時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 看到他 鑑長去剝 你不要覺得 我經常跟學生說 我當我說這些 學生就是 阿sir你有沒有人性 還在看 我那時候小時候 第一 第二就是 其實文化的差異有些不一樣 我當年在英國去牛津 那時候去開會 我去每日做日去一個街市 一轉彎嚇到我死了死了 發覺所有的白鬥子 全部都吊在這裡 劏開肚 人家吃兔肉 就是這樣的 是不是 我們發覺有些東西 我覺得 有時候很難用一個標準去看 只不過我覺得 當時的生活是這樣的 當時是我們的方式 後期應該沒什麼了 其實 只有幾間都不是很多 因為其實那些都是貴的 田雞 其實田雞是小幼的 不是多 反而是鴨 但是記住那些通常 在街邊那些 其實聯和區 當時被政府罵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那些是自己推出來賣的 他們不用付租金 所以很多時候店舖就會投訴 裡面的肉檔就會投訴 因為他們沒有付租金 通常是來早上 通常都是兩三個小時就會走 8點多賣到11點多 11點多就會走 沒有了 他們在地上推回來的 鴨 鴨 鵬鵬 雞 豬 豬我沒見過 豬一定在豬當中 牛我就沒見過 湯牛我見過在粉嶺總部 警察總部 就是 在粉嶺總部再過一點點 因為那時候有些印度巴基斯坦的 軍員 他們有做官的 可能是做民職的 在警察總部裏面 他們有些是吃牛的 我看到他們 湯牛 放血 少的是少的 不是很多 應該 我80年代都還在 很活躍的 小時候都還在 應該差不多80年代 末期應該沒什麼 90年初已經差不多 少10年 謝謝 50年代 我小時候 在粉嶺 住 當時我 在孔嶺附近住 當時我記得 小時候 逢是 星期五 就說 軍地 出糧 我們小時候 就乘單車去 廉和區 他們都是 逢是星期五 我們就不敢出街 星期五 他們出糧 廉和區來說 以前好像是有些酒吧 對 對 這方面 軍地對他們的影響 是怎樣 因為我小時候 很多時候 有演習 撿子彈學 有很多 英兵在演習 你撿過子彈學嗎 我也撿過 我很鬥鬥 那時候 在身為的時候 我們幾個人踩單車 然後 捐入這些 鐵絲網 沒有錄音 不是 救我們 捐過那些鐵絲網 躲進去 找一些 很長的 子彈學 然後回來 不知道 有什麼玩 覺得很高興 小時候 我沒有機會在酒吧 榴槤 因為 因為小時候 我沒有這樣的經濟條件 我記得我大學的時候 年代的時候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其實那時已經沒有 得到Gerga冰 Gerga冰 但是我跟你說一個很有趣的 這個世界很小 小到怎麼小呢 Gerga冰身為那一批 退休之後 就回到英國 其實我幾年前 COVID-19之前已經四五年 COVID-19再兩三年前 我其實因為做另一個 題目的東西 做新界的一些 抵押的東西 我就去了 英國的一個 National Archives 檔案館 剛剛我下機 在希少女機場下機 我就拿了個 行李箱 我沒有去我老司 因為我住在老司的家 因為太早我沒有去 我免得影響他 我帶了行李箱 站在別人的門口 等別人開門 九點鐘 我開門那個 還沒開門的時候 就站著我看著他 他問我 你哪裡來的 我說我香港來的 你來做什麼 我來找資料 找什麼資料 我找新界的 粉嶺和北區的資料 你跟著我講了東話 你做這些什麼的 我問為什麼你懂廣東話 我在身為 做了 居居雅兵做了十幾年 他說 我說 這麼巧我遇到你 我退休了 回來這裡 這個小小 我就說 你跟他說了 十幾分鐘的 說回關於他的經歷 他說 他看電影 聯和 其實聯和有段時間 會播一些印度電影 給他們看 我沒看過 因為大家知道 還有太太的小朋友 他們也會有時候探望他 買衣服就一定是去和風 然後吃東西 他們很少在當地吃東西 因為其實不適合他們吃 但他們買完東西就回到自己的軍營 但對於我們來說 其實 是很陌生 因為我們很少跟他們接觸 有些人就說 其實他們為什麼 這麼喜歡去和風八卦 不喜歡去上水 未有這個粉印之前 是因為 他說聽聞 他說 其實都說有人 歧視過他們 我不知道真是假 和風的老闆聽聞 都懂得說一些 基本的一些話 跟他們不離譜語話 和他們溝通一下 這個就是 我和大家可以分手就是 撿子彈學 現在還在這裡 還有練把 但現在就不一樣 完全進不了 小時候 我基本上可以去這些地方 去玩一下 是 這位先生 你小時候在馬市部居住 應該很熟粉嶺那些東西 白屋仔 很少一些照片出來 你以前應該經過白屋仔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我認識去粉嶺的時候 沒有留意白屋仔 白屋仔好像是 美聯和虛後建了100間 是 你記不記得白屋仔的形狀 聽說在書界是單層的 是油了白色的油 外面所以叫白屋仔 100間全部被 被地產商收藏了 是 現在是在海聯廣場 是 是 我認識 其實我們小時候不准去很多街 其實是 原因是 我們沒有時間 不准去家業 第一 自己要做功課 要下田 然後 你不敢去太遠的地方 因為你都怕自己有時候 你明白嗎 父母也會罵 為什麼我們去過白屋仔 因為其實我們那時候 開始 初中的時候 踩單車去太遠波 其實現在印象深刻 這幾天我都開始慢慢 想起我自己的 意識回憶的東西 我去那個 吃那個麵店 那個是太太煮的 每次都是 其實下面很闊的 其實它是一個很長的 類似今天好像見到 元朗感受花園那樣的排列 100間排 應該很整齊 很整齊的 它屋中間 是一個很闊的行 然後全部都是 紅毛泥水地 很滑的 街喉就是 剛剛現在海聯廣場的位置 為什麼我經常看到 那些人排隊的原因 就是因為 原來他們沒有自來水 是要在那裏拿水的 街喉拿水的 其實我去做的 吃的那間麵店 我印象就是 有幾張桌子 然後是廚房 後面的廚房 樓上是他住的 間間 但其實有些是不是做生意的 只是住的 但住的基本上全部都沒有見過開門 我沒有見過開門 但對我來說其實已經很厲害 為什麼 其實他們是相對上 已經比較 建築物理是非常好的 我是剛剛由鑽完屋 開始住石屋 才比較留意到他們的設計 就是一個比較 很現代 和屋子很相似的東西 但我不知為什麼 我這麼多年都找不到 關於百屋仔的照片 出片都很少見到百屋仔的照片 很少人影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是很有趣的 但是 要時間 我猜應該有的 但是問題 做歷史研究的最大的時間 就是你一定有個時間 去浸 就是說你去找一些什麼的人 他願不提供這些東西給你 其實 我反而找到很多關於什麼 就是彭樂三的東西 因為彭樂三崇謙堂 其實因為 大家知道彭樂三崇謙堂 其實崇謙堂 有篇博述論文 在美國其實是出版的 因為他的博兆論文寫 崇謙堂的關於這批的下家人 他也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但是下家人 也是一個基督徒 他講自己的身份認同東西的東西 那個學者叫Nicol Constable 反正本書裡面我幫他翻譯了那篇 再講關於崇謙堂的東西 彭樂三的資料就很多 這些平民百姓其實很少 我猜正常 因為大家當時 胃口奔詞也沒有什麼人去做 彭樂三的墓不是葬在他自己的基督教墳場裡面 他們也葬在外面 很奇怪 這些太複雜了 其實坦白說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其實是很 很少的一部分 因為我所知的其實真的不多 因為 始終 做學術都有個時限 還有一個人 其實真的兼顧不了那麼多東西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所知 所知所識的東西 大約有很多的缺陋 如果在座各位 你有任何的東西 想跟我分享補充的 絕對萬分歡迎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 除了彭樂三 還有一個 人物我想了解多了 不知道你有沒有涉獄 鳳祭卓 是 因為這個聯和 我 住職公司 跟聯和區有關 就是這些鄉親 造成 但我發現很少資料 也是提及 蓬祭 這個家族 和 安樂村的歷史 我去到那裏 考察問 那裏的老人家 他們似乎都一無所聞 關於這些歷史 唯一 找到的痕跡 就是因為它變成了工業區 只有福德壇 在這裏 什麼都好像 完全沒有發生過 很多歷史 失傳 除了歲月 所以你有沒有 撕裂過這方面 黃氏家族的歷史 因為粉嶺 比如軒原池 很多這樣的 建築 很多東西跟這些家族有關 從其出呢 其實如果你看我們粉嶺那本書 其中一個作者 阿游子安 他做關於道教的事 他牽涉到軒原祖辭 以及新農學校 在軒原祖辭裏面有一間新農學校 因為 馮祭祭其實跟道教很有密切的關係 尤其是跟 馮映 軒原祖辭 我不知道 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拉軒軒頭的人 但是真的沒有什麼資料 因為其實我想最大的問題是 80年代其實這些已經慢慢消失 80年代其實我們的師傅 其中最早期就是吳倫藝霞教授 就是中文大學歷史系吳倫藝霞 然後是科大偉先生教授 其實他們早期在80年代做了大量新界的歷史 口述歷史 除了這個之外 基本上就 差不多斷代沒有了 其實我們很可惜就是80年代最大的轉變就是 但是這段時間很多東西就沒有了 留下來的基本上除了私人珍藏之外 其實拆的就拆得 但是軒原祖辭其實 變成了今天現在的什麼 我不記得什麼 那個很現代的東西 黃帝池 所以 馮祭卓這些資料 還有什麼 李仲莊 其實我們都沒有什麼人再去做歷史 我想說為什麼我們要寫這本書 都很坦白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學術界 這二三十年 寫中文的人 只有兩類人 第一 就是在大學裡面已經上了案 已經實了任 因為我們第一年進來的時候 做教授 做理教授 是簽合約的 你要 六年之內 拿了一個 合約 就是永久合約 實任的話 你才可以坐在那邊 因為就是 當時我們的評核 就是我們要 出版 出版就一定要用英文寫的 還有在海外 所以基本上 還有沒有什麼人做新界的東西 香港人都 香港市有的人做 但是新界市有的人做 所以結果 沒有什麼人做這些東西 第一 黃論要寫中文 但是 上了案之後 我經常覺得 我跟我們這一輩的 同事 都有一個感慨 就是 為什麼我們這批 做地區史的學者 在土生土長 都不可以用我們自己的 歷史 加個鑄腳 尤其是用中文寫 我們面對我們這些 我們自己長大的人 但是記住 大學這些中文的東西 基本上是不算分 所以我們做這些是自己 是自己做 但是我們上了案的 我們願意去做這件事 第二類型 是什麼類型呢 就像我剛才說的 科大偉教授 他很喜歡寫上的中文 反過來 做了神台位 很高級的 這批人 反過來想寫中文 所以 但是我們經常問 為什麼英國去研究英國地方市 寫英文不會寫中文 為什麼我們寫香港市的人 寫英文不寫中文 我們反過來 我覺得我們要做些什麼 就是要做一些這樣的事 留住腳 但是我們希望 為什麼三年 不好意思 為什麼這些書店 希望我們做這些 學者去做呢 就是因為 他想突破一些早期的 比如老言那批 只是純粹描述式的東西 給多一點一點 學術裡面怎麼看 某些角度 但是我們又不可以完全 非常學術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把一些東西 減散了 但是對於 我們這十幾年大學 經常都說什麼 知識轉移 就是把大學裡面的學術的研究 可以把它普及化 其實不是很艱深 就是跟大家說 給大家認知多一點 對於自己的社區 對於自己的生活 多一點認識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 對於以後我們世界的 社區 國家的認識 會有更加深一層 更加高層次 的一個領活 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開始 還有為什麼我們都願意 希望在這裡分享 我不知道 當我退休的時候 還有下一代的人 會不會做這些事呢 坦白說 在我大學裡面基本上 沒有什麼人再做新界研究 香港研究都是很邊緣 唯一 某段時間做過 就是英國殖民地統治 97回歸 這幾年做得多什麼就是社會運動 基本上要得到學術界的 眼光的注視的時候 我們覺得不是不可以做 但是要做的時候要想一下 譬如做文物保育的東西 我猜學術界都在做很多不同的 研究 問題就是 大部份都是英文的 要寫中文的其實真的不多 我覺得 這些是值得我們去做 尤其是我們上了岸的這批的人 我不是說風涼話 什麼上了岸就要做這些事 因為 你 這些是真的需要時間 還有 你現實上你的限制 大家都有24小時 你做了這些事就自然有些事做不到 但是我覺得願意做 我們除了這個之外 我剛剛在做這幾年做的就是盤賽的事 希望留下一些 多一些 資料 當後代看的時候覺得 也有些事研究一下 做過一下 起碼不會空擺一片 好像剛才你所說的 很多的歷史人物 其實他們在我們的地方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不是評價對與錯的問題 是很壞的問題 但起碼他們對我們的社區有很大的貢獻 值得我們為他們在這 輸一筆 但無奈我們其實找不到這些資料 太遲了 因為鳳其卓是我們師兄 即是黃欣師兄 就算我們網絡歷史都是我 讀黃欣時候我們的校長 他是西人 他倆公寶寫下了我們的校試 那麼多年來我們一向很忽略 日本地的研究歷史 好像早幾天 高天強說回 不要說新界 新九龍地區這幾條股 現在又面臨清測 茶哥嶺 牛池灣村 這些都是一向很少去 去追查的歷史 到現在才來起步去追 那些老人家都走了 沒錯 你問我問 在很多年前他們太平清朝 我又走過去 以前跟老人家經過 那可能 其中有些老人家都走了 他講了某些 他們本身 經歷過一些很珍貴的歷史 在那時候我問了一些蛛絲馬跡 你現在再去做 沒有了嗎 他沒有了 走了 你問無可問 所以我認識這件事 例如我這位大師兄 奇怪 為何這麼重要的人物 居然這麼少的資料 剩下下來 想追都 沒得追 沒有 我認識 我的年紀都50宗了 其實 你想想那些 認識 馮紀卓 認識 那些人 很多都已經走了 你怎麼找得回那些東西 還有 有些可能他下一代 甚至這些 他不覺得很重要 他就丟了 你便找不到 但是幸好 說起牙前維 其實我們 以前有個食事生 他現在去了英國倫敦經濟學院讀博士 他的博士怎麼寫牙前維 幫我們希望可以補一些 我們分領為有兩篇博士論文 一篇是我 一篇就是 陳善教授現在在豎陽大學 我們有兩篇 上水有一個 新田文士的 我師公的James Watson 他有一篇 夏川的Ruby Watson的太太寫過 有一篇博士論文 日本學者早期有來過 也有講過 田中一成 還有幾個沒有出名 錦田也有做過 所以能夠做的 其實主要的法中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90年代差不多 你發覺開始好笑了 真的很笑 這個究竟會怎麼走 大家都 不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可惜的 因為 90年代九七回歸 開始政府或者某些部門 注視一下身份認同 本地史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遲 已經是 即是拆了或者快要拆的時候才說 不要動 好像深水埗的水庫 不要動 其實應該在未有之前 就應該開始要做這些評估 但是 無奈我們那個意識形態 整個政府才能 不是在這方面 落重點 是經濟發展 所以我們做這些研究 其實你發覺 很難拿到錢 拿不到錢 其實你很難去做 為什麼 只是靠個人之力 我幸好因為我住粉嶺 我不是經常踩單車 我小時候都是 踩單車去 有空拍照 我發覺前幾晚 回看 其實我拍了20年的照片 在粉嶺聯和區 就是把不同時期的照片 在一起 有些是我 有些是其他的 希望讓大家分享 知道原來聯和區的變化 就是 原來以前 現在是這樣的 之後會怎樣呢 這個真的是下一代 的責任 我們基本上退休之後 退休之後如果有時間 就可以做了 沒有時間 都沒有 多謝你的分享 我見由於時間的關係 問答環節在這裡就差不多了 很多謝大家的參與 如果未能解答你的問題 就敬請見兩 最後也請大家再一次熱烈掌聲 回答我們今天的港姐 陳國成博士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次的講座 將會在6月3日舉行 主題就是 地理資訊系統GIS 在考古學上的形容 歡迎大家參加 多謝